接下來引起首先邀請一位臺灣地區的同學家人 他在 2016 年末有機緣接觸到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一直以來在他所生長的當地 不遺餘力的推廣著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當他踏上這條幸福的坦途 高窗大道在持續不懈的 濕濕不息的依著這個齒輪脈動以及運轉與天共振 求得天才生活就健驅 吉祥幸福以及如意 讓我們一起歡迎臺南地區的英傑 親愛的海洋社的導師好 好 英語長好 全球的超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好 這是來自臺南永康教室的英傑 非常感恩導師 感恩御語長 連英傑今天 借給了機會服務在 陸有交流會上 跟大家一起公正滿滿的正能量 非常自己在加入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學習症的收穫 我首先來面談一下 自己在健康上面的收穫基金 在還沒有遇到超級生命密碼系統之前 並且有嚴重的暈眩症 暈眩症它隨時都在 有可能會發作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常常處在恐慌 那這樣的恐慌讓自己做得很快樂 結果呢 竟然再來 竟然學習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這七年多來 又不只能再發作過 非常感恩天地的祝福 英文性的假裝性腫瘤 假裝性腫瘤呢 成績是一度無法控制的 每年悲快的長大 大到 醫生都要我立即拍刀把他拿掉 那當時呢 就在並且努力的 不穿著超馬的護程當中 腫瘤不淡 悟空症住不再長大 甚至還奇蹟式的縮小了 另外 因為我們的悲快的悲快 過去十多年 無法好好入睡 檢查之後 他發現是異位知識不良 導致的脊椎壓過 壓過的這個狀況 醫生說要更換人工的脊椎 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但非常神奇的 因為自己在學習了 超級生命馬系統之後 急激的讓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鬆綁了 我的背不再痛了 那所以呢就免除了 開大刀的這樣的一個痛苦跟折磨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導師 感恩遇到超級生命馬 感恩天地的一個後愛 那他天地給我的這禮物 不僅僅是在自己的身上 在我的家人身上 孩子父母親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奇蹟 我的父親跟母親 在陰潔努力地普傳著超馬的 這些連來疫情期間 彷彿接受到了超級生命馬光的 神秘作用力的保護 至今他們就像天選之人一樣 都沒有確診過喔 對比身邊的人一個一個確診 父母親卻是如此的平安 殷潔心中非常的感恩 除此之外 最神奇的是 父親跟我的公公 曾經在疫情期間 是近距離跟確診的人 同桌吃飯 但是其他人都染疫 那他們竟然都沒有確診 這讓我覺得太神奇了 超馬真的太殊勝了 那在孩子身上 我的大兒子 在我還沒有學習 超級生命馬系統之前 他的個性很容易膽小 很容易畏縮 他到五歲的時候 童年裡的小孩 已經可以脫離媽媽去上學 但他卻不可以 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 幸好在差不多那個時間點 左右遇到了超級生命馬 然後竟然超級生命馬學習 按照導師所教的方法 當我的能量提升之後 我發現我的兒子竟然也蛻變了 他上小學之後 他開始變得獨立、懂事、乖巧 暴學回來 我都不用叫他寫功課 他自己就會去自動自發的寫 然後考試前還會特別早起 複習他的功課 所以至今五年級了 每個學期都是名列前茅 每個學期都上台接受校長的頒獎 在評德上面也因為 平常一節的愛與感恩的訓習、練習 帶著孩子也學習感恩 以及弟子歸 所以孩子懂得洗腦之感恩 於是我每次煮飯的時候 只要孩子功課寫完有空 他會過來幫忙洗米、洗菜 然後我在忙的時候 他也會幫忙盯著他的弟弟的功課 在學校也因為知道愛與感恩 所以會幫忙老師、幫忙同學 所以他深受同才以及師長的喜愛 記得他三、四年級的時候 因為老師覺得他的表現非常好 又值得信賴 於是指定他擔任班長 而且是連任班長 據了解這位老師在教學生涯當中 不曾讓任何一位孩子連任過班長 而我的孩子是第一位 並且非常感恩天地的祝福 打孩子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讓我覺得真的要更加努力學習 超級生命密碼 就帶著他一起參加導師的 十二堂獨標的課程 結果孩子在上完的十二堂獨標課程 發現生活非常多 於是開口主動告訴我 他想要參加10月1號的獨標實作實練課程 在參加完獨標的實作實練課程後 他知道做心法的奧妙 於是他也自己實驗 運用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在前陣子他遇到肚子痛 那好幾天的情況 運動吃益生菌好像沒有太大的改善 於是他自己默默的運用心法來自助 想不到真的好了 那非常感恩的 非常感恩 我知道天地在幫忙度這個孩子 那也因此讓孩子對超級心理密碼系統 更有信心 並跟著我一起持續在超級心理密碼系統 學習下去 另外在財務方面 英傑過去一直以為自己在財務上面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收穫 可是非常感恩運運長 他在幾週前來到了台南客室 來這裡指導我們 那運運長來指導我們的過程當中 舉了史德利大哥的例子 這個例子突然點醒了我 讓英傑懂得要圓滿 於是回到家 開始反思細細的回想 其實這些年來在財務上面 公司也得到了非常多天地的祝福 因為在過去台北遇到超級心理碼之前 我從父親上一代手中接下了公司 當時公司的情況擺對待舉 而且還有高額的負債 每一年都要支付給銀行 非常高的利息 也因此時常都要跑銀行借錢三點半 然後或跟有人周轉才能夠過關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老舊的器具 身材器具都沒有能力去太久換新 車子一台比一台還要破舊 技師出勤維修的時候 常常發生車子薄薄在高速公路上 非常的危險 也間接使得好的人才留不住的窘境 而這些問題使公司撐得很辛苦 但是很感恩天地厚愛讓我遇到了超級心理碼 於是在學習了超級心理碼系統之後 那明白原來這一切都是因為能量不足所導致的狀況 於是我開始依照老師所教的方法提升了正能量 結果奇跡的事情真的就一個一個發生 首先呢 我們公司的業績開始穩健的成長 那搭配著開源節流讓公司每年的獲利過去都還要高 也因此呢 我們不用再跑銀行趕三點半也不用再借款 公司的財務狀況改善之後 還能夠有餘力呢 把所有的老舊的這些器材一一太久換新 這些年車子也換了四台 三台新的貨車一台轎車 而更感恩的是 最近在整修廠房需要一筆龐大的支出 公司竟然也不用跟銀行借款 就可以直接做整修 而這當中我覺得最神奇的是 因為天地的厚愛公司 業績穩健的成長 比較不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反觀同業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算是比較冷門的傳統產業 同業的狀況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業績大幅的下滑 甚至疫情過後呢 曾經刺詐公允在業界非常有名的公司 還必須要靠著變賣廠房求生 看著他們這樣的情況 反觀我們公司卻是一直持續的成長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恩 不需要面臨向他們收閉的情況 而最近呢 我們公司的業績更是好到工作 速都做不完 非常感謝 謝謝 音節平白這一切都是 因為導師 能教導因為天地的祝福 所以才有辦法讓原本一間 在富得循環的一個公司 能夠起死毀生 一直往正向發展 導師在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我們這本書的124頁當中有提到 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初階 這個目標指救 就是同城生活境當中的轉變 導師也告訴我們 我們收到禮物不能夠獨享 一定要去廣傳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而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我們修行的方式就是 內功跟外功 如果說我們內功的心法 想要進步 必須跟外功一起努力相互規定 心法才可以修得上去 這段話讓我去聯想到 現在正在推廣的 太陽理念轉運法 這裡面的前三樣不就是內功 四五六就是外功嗎 所以當音節努力推廣 這太陽理念轉運法 努力做著做著 真的生活進越來越好 所以邀請大家 一起來實驗太陽理念轉運法 一起來推廣它 相信大家一定也能夠 得到越來越幸福的人生 以上是英傑的分享 再次感恩導師 感恩營運長 感恩全球大家的聆聽 謝謝 謝謝